本星期三,中国在东海划设的防空识别区上空 接连发生两起中日两国相互指责对方飞机异常接近的事件 中国星期四指责日本进行空中挑衅 中国国防部官方网站上还公布了 日本自卫队军机在东海防空识别区接近中国飞机的视频和照片 对此,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五进行了反驳 我们认为中国说日本飞机距中国飞机只有30米 严重影响了中国飞机的安全这一说法与事实不符 菅义伟还透露说,日本外卫省已经在星期四夜间 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,要求撤回该主张 日本防卫省星期三说,中国战斗机在东海上空 距离两架日本侦察机很近的距离飞行 并公布了其中一架飞机的照片 日本防卫省说,两架中方战机距离日本飞机分别约为仅30米和45米 然而中国国防部则说,中国战斗机与日本飞机保持了150米以上的距离 而且在当天的另一起事件中,日本两架F-15战机在一架中国巡逻机旁近距离飞行 最近时只有约30米,严重影响了中方飞行安全 在另一方面,日本防卫向小夜四五点星期五说,鉴于中国军机接连异常接近 考虑呼吁中方重启旨在构建两国防卫部门间联络机制的磋商 避免发生不测事件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